二十二年前 黃媽媽的兒子去當町 不到的半年 成了海上浮屍 但她什麼都不怕 她拋扶棄子 駕破人亡 但真相依舊石沉大海 我一直都很想 但是我已經覺得 她不是我 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當家人想要回復平靜的人生 但她卻做不到 什麼力量支撐了她二十二年 因為我有跟國章講 我就說 我說媽媽一定 媽媽一定會 把你這隻鋼針拔掉 本週的晚間十一點的關係是 茶匪心上的 美根針